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任嘉伦资讯 在这个充满信息洪流的时代 娱乐圈的绯闻八卦总能迅速占领热搜高位 然而今日这条任嘉伦陈梦曾是队友的热搜 却让人瞠目结舌 不禁惊呼真是火酒见 原来我们熟悉的荧幕古装男神任嘉伦 竟然与乒乓球世界冠军陈梦 有着鲜为人知的童年玩伴 运动队友的特殊纽带 在这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汗水与欢笑 设想一下两个稚气未脱的小家伙 一个紧握球拍目光坚定 另一个虽年纪轻轻 但对舞台的渴望已显露出棱角 他们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 相互激励共同成长 任嘉伦的球技虽不及沉梦精湛 但对运动的热爱与执着 却为他们日后各自在领域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网友们纷纷戏谑 原来国超任嘉伦的别名的超能力 早在乒乓球场上就已经崭露头角了 任嘉伦的跨界之旅 从球场到舞台 提及任嘉伦的跨界历程 宛如一部真实的励志剧 因频繁受伤 他不得不忍痛告别钟爱的乒乓球 投身娱乐圈这个未知的世界 起初或许有人对他的选择持有质疑 认为他放弃了专业 追逐一个泡沫般的梦 但任嘉伦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心怀梦想 哪里都能成为展现才华的舞台 他从选秀出道 默默无闻到逐渐崭露头角 凭借不懈的努力和过人的才华 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他的每一次演出 都如同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般的全力以赴 不留下任何遗憾 网友们更是天马行空 想象了一场如果任嘉伦继续打球会怎样的剧本 有人打趣的说 没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双料冠军任嘉伦的辉煌时刻呢 跨界也精彩 陈梦的乒乓传奇 与此同时 陈梦在乒乓球领域继续书写着他的传奇 作为国拼的杰出代表 他每一次的夺冠都让人热血澎湃 当陈梦在东京奥运会上再次夺魁 无数人为之欢呼 也有人回忆起他与任嘉伦的那段对友情 有网友风趣的说 陈梦这是用金牌为发小加油呢 任嘉伦的新剧收视率有保证了 陈梦的成功不只是个人荣誉的堆砌 更是对梦想坚持不懈的最佳诠释 他和任嘉伦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论选择何种道路 只要持之以恒 总能成就一番事业 照亮自己的领域 争议四起 热搜背后的真相 然而 这条热搜也招致了一些争议 有人质疑这是否是刻意的炒作 在奥运会期间 任何与运动员相关的话题 都可能引发极高的关注度 但更多的网友表示理解 认为这是对两位杰出青年的正面宣传 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争光 更有网友在评论区玩起接龙游戏 从人家伦陈梦层是队友到任家伦还会唱跳rap 各式各样的幽默段子层出不穷 使得整个话题充满了欢乐与正能量 跨界无界 努力最美 实际上 不论是人家伦还是陈梦 他们的故事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 跨界无界线 努力最美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逐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在体育场上挥洒汗水 还是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重要的是 我们要保持对梦想的热爱和坚持 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最后 让我们用一句幽默的话作为本文的收尾 如果下一次奥运会增设跨界全能王项目 人家伦和陈梦携手参赛 冠军岂不是囊中之物 当然这仅是玩笑话 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期待人家伦的新作品 也祝愿陈梦在乒乓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共同见证更多跨界奇迹的发生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人家伦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